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医师的话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雅元 其实一到四,每天都是我 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卫福布立桃园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姜洪基 姜医师,姜医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布立桃园医院神经内科的姜洪基医师 是,姜医师,其实我今天要跟你聊的 我自己就是来刮病号的 这个头痛这个问题 我听说在台湾那个九成以上的人 至少都有过一次两次的这个头痛的经验 有的人是几十年就跟他抗战 像我就是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就头痛这个问题 来请教姜医师 我首先要问的是 就是有很多人都会说 你是偏头痛还是所谓紧缩型头痛 到底头痛有多少种类型 那最常见的是哪些 好,谢谢杨恩姐的这个问题 那个目前来讲就是偏头痛是一个 这个原发性头痛里面常见的原因 那他跟张力性头痛一样都是一个常见原发性头痛 那我们就讲这个 先讲偏头痛他的诊断 他的临床的表现 典型这个偏头痛的表现 他是以这个单侧的为主 那病人发作的时候 他在疼痛的部位 他会有一些抽动的感受 会觉得说抽动那个痛的地方 会有一样心跳 像电一下这样 像有人拉扯 对,然后有人就觉得像血管或心跳在波动的感受 对,那合并其他症状会想说 恶心想吐的症状 还会觉得说怕光怕吵的症状 那这样的病人他会想说 他会因为这样子的症状 这个头痛不是 所以他在知识变换或是活动的时候 会让这个症状更为加剧 更为不舒服 以至于他会降低他的生活品质跟工作的效率 您现在讲的是偏头痛吗 现在是偏头痛 对,那我想说这个偏头痛 他大概占所有头痛病患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偏头痛的人很多吗 跟您报告一下 之前作为研究来讲 在台湾的肾行运来讲 就是我们上次我们YouTube上面的观众 可以看到一个图卡 在台湾来讲 肾行运的偏痛 这女性大概将近15% 哦,就100个女生里面有15个人 都有这个偏头痛 曾经偏头痛的这些症状的表现 那台湾的男生的话 也将近4%到5%的部分 所以说这样的病人是非常的不少 而且我相信事实上数字来讲 可能不止这个数字 因为有很多人因为他这样头痛 可能忍 我就盯着我就不要看医生 对,他就没有就医 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偏头痛 对,那像我手上一些照顾的病人 他可能他已经这个欧巴桑了 已经四五十岁了 那来给我就诊 他跟我讲完他的症状 他说他已经痛了 从小姐的瘦下来头痛 痛了几十年了 那第一次找我看就诊的时候 我才帮他诊断出他是偏头痛的症状 所以这些病患说实在话 你的苦我知道 我大概也算是偏头痛的病患了 另外我想问一下 我以前也去为了头痛的事情很苦恼 所以我也找过医生 有医生就跟我讲说 你是所谓紧张型的头痛 这所谓紧张型的头痛是怎么回事 它是很短暂就会消失的吗 您的这个紧张型头痛应该正式的名称 叫做张力性头痛 张力性头痛 对,他是这个工厂的张 然后力量的力,张力性头痛 那英文叫Tension Type Headache Tension是压力的意思 那他的这个以前旧的名称 是叫做这个压力性头痛 中文名称叫压力性头痛 那事实上现在最新的这个翻译的话 应该叫张力性头痛 Tension Type Headache 那他就相对于偏头痛的症状 那偏头痛他是单侧为主 那张力性头痛他通常常是两侧一起来的 然后他不会恶心呕吐 他不会怕光、胃光怕吵 他不会有一些心脏波动感 那这样变的话有时候 就是觉得头紧紧的好像有个东西 有的时候觉得胀 对不对,那种痛 压在头顶上两侧起来的 他是相对于偏头痛的一个诊断的一个 就是他的痛的这个位置上面 不会是一侧 而是你觉得整个脑袋发紧发胀这样子的状态 对,绝大部分都是两侧 然后而且他是相对于偏头痛的诊断出来的 对,所以他这两大类就已经占了绝大多数 原发症你头痛的病人 占了大多数 那这两大类其实都不至于会有什么 及时或者是立即性的重大危险 对不对 便没有 那我就要问了 很多人头痛啊 比方说痛个一天 我吃了止痛药也没用 以后我就在想糟糕了 我长脑瘤了 我长脑癌了 紧张的半死啊 那个脑瘤 他的症状会以头痛来呈现吗 好 一般来讲脑瘤这个东西 它通常是流小慢慢长大的 所以它要造成症状来讲 通常就是不会以主要的头痛表现 它可能也许是这个肿瘤造成出血 出血之后造成这个脑部的脑压突然急剧上升 才会造成头痛 那那样的头痛 有时候会合并一些神经学的缺准 包含意识改变 手脚没力 癫痫的表现 所以一般来讲脑瘤会造成头痛 基本上机会比较不大 在你就是你意识很清楚的情况之下 觉得头很痛 那可能也不是脑瘤 不要太紧张就是了 不要过多紧张 但是我们就是像您刚刚 您刚刚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状况下 有时候我们会担心说 它这个头痛是引发生命危险的 这是我们担忧的 对啊 那我就是怕有时 是不是什么重大疾病的一个症状呢 对对对对 那如果像头痛的病人 他如果说 第一个他以前就已经常常头痛 这是他头痛的形态 突然改变了 头痛的突然改变 以前都是 什么叫做形态改变 是本来就是两侧 这个太阳穴的地方痛 后来突然变成偏头痛 这算形态改变吗 形态改变就是 例如像说他以前的痛的模式 这是痛得更严重之外 甚至有些神经学的缺损 例如像刚刚讲的说 突然手脚会没力气 合并癫痫 或者是发烧 有发烧症状 或是意识改变 可是感冒头痛 不是都发烧吗 很多就是感冒头痛的时候 像那个新冠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说 感染了新冠就头痛 简直是头痛欲裂 甚至于我打个新冠疫苗 我都可以痛得要死 没错没错 您讲的议题也是 另外延伸一个议题 就是说 本来就有一些张力性头痛的病人 或本来就有偏头痛病患 他有那个体质在 他不管是打完疫苗 或罹患新冠之后 他因为这样的症状恶化了 那这个症状恶化就包含说 他的频率 严重度 头痛的频率增加 然后严重度增加 或是这个时间 痛的时间拉长都有 这我们在手上照顾的病人 都遇到类似相关 很多这样的类似病人 的确新冠肺炎或者疫苗 会改变病人头痛的形态 这也是会 那我们刚刚讲的形态改变就是说 例如像他合并其他症状 例如像说 他的头痛是不是说 这个雷急性 我们我们医学名称叫雷急性 对就好像突然间这样子 或者是抽一下 这样吱 这样一下这痛这种 雷急性头痛它有个定义 就是说 他在很短的一两分钟之内 时间内 从完全没有痛 达到疼痛最顶端 最严重的程度 那是非常疼痛 我们会形容它像爆炸性的头痛 那這種爆炸性頭痛我們就想說 那當然病人有時候講的話就是說 有時候描述上來講覺得頭要爆炸 這是比較形容詞的講法 但是病人的主觀感受有時候差異很大 那我們會像說這個雷極性頭痛 他會短時間之內從完全沒有痛 疼痛指數0到突然頭痛到死 突然像火山爆發一樣這樣的突然爆炸了開來 那叫雷極性頭痛 那那樣病的話我們擔心說他是腦血管的問題 例如像腦出血 腦出血那他血管一旦破裂之後出血 他可能動脈瘤的出血 導致他這個血液堆積在腦室裡面 然後腦壓急劇增高 那這個太危險 這甚至有致命的風險 對這是致命危險 甚至馬上會立即昏迷 所以要趕快送醫了 出現這種很不尋常的雷極式的頭痛 就要趕快送醫了 那江醫師我還要問一下 剛才您只講了說偏頭痛 通常就是單側頭痛 然後會有有的時候痛到呕吐 或是味光 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是我也聽過一種講法說 其實偏頭痛會有前兆的 偏頭痛的會有前兆嗎 是什麼樣的前兆 正式的來講他我們叫預兆 那那樣的預兆病人 他通常最常見的預兆是 還沒有痛起來的時候就有預兆了 對這個有一個就是說 有兩個狀況 一個是說病人會覺得說 他現在什麼症狀都沒有 但他覺得知道他等一下要發作 這是心理因素吧 破重 他這個就是說他會覺得自己即將發作 他有一個 預感 有一個先驅的一個表現 然後覺得就要即將發作 那病人自己其實他長期片中 他自己都知道自己 等一下可能又不舒服了 那再來就是說您剛剛講的這個預兆 預兆來講就是aura 他就是說病人 他最常見的話是視覺上的預兆 那是視覺預兆 病人在頭痛偏頭痛發作之前 眼睛會先亮亮的 大部分是亮亮的 看不清楚 模糊不清 然後慢慢這個模糊不清從可能他的視野當中的周圍 慢慢擴散開來 從原本是一個小點 慢慢擴散到整個視野 慢慢放大 然後朦朧不清 然後讓他眼睛看出去的世界 病人會跟我講說 他覺得那時候他眼睛右半右眼 他會自己想說右眼 那事實上其實他如果仔細觀察 他不管是右眼或左眼都會看到說 他的右半邊或某個位置開始慢慢就是 開始模糊不清 那通常大部分是亮的為主 對視覺預兆亮的為主 然後慢慢就是 那剛剛的症狀來講就不一定 就是說有些慢慢擴散整個視野 有時候是只有一小部分就點下來 那這個預兆大概就是說 維持大概五分鐘到一小時 然後之後之後病人就開始馬上就開始頭痛 這樣子這個叫視覺預兆 那預兆還有很多種形式啊 有的是有的視照有的預兆是 他的眼睛會突然發黑的 就眼睛覺得眼前一黑 不是那種 整片不是整片黑 他是慢慢有一塊然後黑 然後慢慢好像書上交個書上 我不會像飛文證那種嗎 就是說有個東西飛過來 不會 他飛文證的話就是一個點 然後再會飄來掉去 會跑的嘛對不對 那如果是偏頭動的視覺預兆 他就是一個點 然後慢慢擴散開來 慢慢越來越擴大 嗯 對那有些人像書上有人講說 就像那個這個好像這舞台劇那種尾目 像慢慢好像慢慢的 慢慢的尾目就降下來了 對那就你的你看的範圍 就越來越少的感覺 然後慢慢越黑越多 越來越黑 書上有這種形容方法 只是降下來的不是要你謝幕 不是演員謝幕 而是說你要開始頭痛了 對那有預兆的話來講 就是通常在一小時之間就開始頭痛 但也沒有說每個病人 每次預兆發生之後就馬上一定頭痛 為什麼會偏頭痛 有沒有一些高危險群 他是完全是跟遺傳有關嗎 還是說跟壓力也有關係呢 好 我們這時候來先講幾個常見的誘發因子好了 誘發因子就是照著 病人通常是有個偏頭痛的體質 嗯 那這個體質不管是遺傳來的 男的多女的多女的多 女的多很多 嗯 多得非常多 什麼年齡最多 嗯我們臨床上來講 其實以年輕女性大概二十三十四十這個區間蠻多的 他其實很多中年婦女他其實年輕的時候都有偏頭痛的狀況 然後老了自然就好了 到了更年期就慢慢的緩解了 有機會緩解 但不一定 嗯 有機會 因為他荷爾蒙變化的關係 嗯 跟這個軟巢 然後分泌這個磁性激素也有關係 所以這樣的病人來講 他跟荷爾蒙相關 有時候月經來的狀況下 在月經即將過來的時候 荷爾蒙開始變化了 然後或者是月經來的當下 就容易誘發偏頭痛 這是蠻常見的 所以他等於是 好像是金錢症候群這樣子 對 嗯 他有時候就先來頭痛 每個月就是到了時間 他就要先頭痛了 有 我們遇到非常非常多這樣的病人 那很多病人 其實都不知道自己是偏頭痛的症狀 那剛剛講一些噁性小兔 他其實也許都有 但是有沒有 有沒有明確被醫生診斷過 他自己不知道 他有時候單純就吃個止痛藥 那我們剛剛講 除了月經的這個 這個變化 每個月過來 這個月經的荷爾蒙變化 會誘發之外 另外天氣的變化 不好意思 我時間沒注意到 我跟你講的太開心了 好 鼻子過敏會頭痛嗎 已經有人問了 OK 現在有問 OK 你現在可以直接問 直接答 好 就是鼻子過敏 剛才有YouTube上的聽眾在問說 鼻子過敏會不會頭痛啊 鼻子過敏跟 欸進來沒問題 要再近一點是不是 稍微遠了一點 對 因為我聲音比較大 所以有時候會 就是我們兩個落差比較大一點 好 我們先先回答這個 鼻子過敏會頭痛嗎 鼻子過敏的頭痛 第一個就是說 他在流鼻水的時候 是不是有其他合併一些症狀 例如像一些上呼吸道 像感冒的症狀 那感冒症狀本身也會頭痛 對啊 感冒都會頭痛嘛 那還有就是說 這個鼻子過敏有時候變成合併一些濃鼻涕啊 它其實是一個鼻痘炎 鼻痘炎也會造成頭痛的症狀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這個症狀跟我們 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這個偏頭痛 剛剛講的一些典型症狀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把鼻子給治好了 你頭痛自然就消失了 是這樣嗎 如果 像這種型的頭痛的話 對對對對對 沒有錯 還是看他原來是什麼問題 對 所以你還是要把這個 到底為什麼造成你頭痛的原因 給找出來 然後針對這個症狀 這個疾病做治療 他才會得到這個真正的改善 嗯 江醫師我等一下可能就開始 問您一些治療的方法 沒問題 好不好 我想這個治療也是大家最關心的 沒問題 因為這個被頭痛困擾幾十年的人 大有人在啊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好 現在時間呢 已經是中午的12點19分了啊 我們今天呢 是跟大家談一個 很多人都有的困擾 那就頭痛還有皮啊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布立桃園醫院神經內科的江洪基 江醫師在我們的節目現場 38分以後我會開放現場的call in專線 到時候聽眾朋友如果說你也有頭痛的困擾 你想要詢問啊 這個江醫師該怎麼辦啊 你也可以打電話到我們的現場專線 不過現在我還沒有開放 你不要那麼早打啊 你可以先想想 等一下你要問什麼問題 另外如果你在YouTube上面看直播 也歡迎你在我們的留言板上 留下你的問題 然後我們會盡快的啊 來找時間來回答大家的困擾 江醫師我們剛才講到了一些頭痛的形態啊 接著我就要問一下治療的問題了啊 這個一般性的頭痛我們好像大家很習慣 就是哎反正就是老毛病了 我就到藥房去買個止痛的成藥來吃 像這種止痛的成藥 我想問一下就是吃多了 它會不會有一個依賴性 會不會有成癮性 海姐它會不會有抗藥性 有的人說哎我好像吃同一種藥 吃個三年五年 我就覺得它沒用了 我就要換一個牌子吃 是確實有這個狀況嗎 好 謝謝主持人的問題 它頭痛這件事情來講 很多病患就直接會在這個藥局直接買止痛藥吃 對對對止痛藥成藥嘛 對那另外就是止痛 它止痛就是說通常是你有痛才吃 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發作 那它一發作來講你去吃 然後去針對它的症狀去處理 但不是每次止痛藥都能夠有效的把你的止痛 腿痛緩解 它只是暫時壓住 而往往有時候病人會常常抱怨 我們門診可以看到說 他其實來吃藥之後發現 很多藥都已經沒有效了 他換了很多種牌子 所以他真的是有抗藥性的問題 有第一個狀況就是說 抗藥性來講是一個考量 但還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他其實頭痛來講 他需要更需要是預防性用藥 什麼叫預防性用藥 就是你像偏頭痛還有個前兆 我知道我要痛我可以預防性用藥嗎 那一般性頭痛 我還不知道我要頭痛的 就已經開始就隱隱開始痛了 那怎麼這樣做預防性的 預防性用藥 我們剛剛這個 如果是YouTube的民眾 可以看到我們裡面有一個手稿 那他這個右半邊的話 可以看到說 什麼時候可以做個預防偏頭的治療 當我們的病人 他一個月痛的這個天數 超過八天 然後一個月痛超過四次以上的話 就可以認真考慮說 使用一些預防用藥 而且或者他頭痛 那幾乎整個月都在頭痛 對 您剛剛講整個月都在頭痛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慢性偏頭痛 一個月痛超過15天那種病人 連續三個月 那那樣病人更適合使用 預防性用藥 預防性用藥的目的在於說 我在防患於未然 它還沒發生的時候 我就希望說 既有一些規律用藥 來阻斷它發生 我要舉手提問 這個所謂預防性用藥 是不是像高血壓一樣 我知道我這個月會頭痛很多次 所以我就每天都固定時間 我就吃止痛藥 這樣會不會吃太多傷肝腎呢 哦 跟主持人報告就是說 他嚴格來講 預防性用藥並不是止痛藥 它是預防性用藥 就是說 我們希望用一些藥物的方式 讓它規律的服藥狀況下 能夠改善生活品質 因為我們那種病人 他有很多 所以給醫生開的不是止痛藥啊 對 我們如果是止痛藥 是痛才吃 痛 這止痛藥吃還有技巧 如果是您像有偏頭痛的症狀來講的話 你曾經偏頭痛 如果說很晚才去吃止痛藥 你會發現那藥不管怎麼吃多重 都沒有效果 所以就要一開始痛就要趕快吃 就要趕快吃 越早吃壓得越好 越早吃它就是它頭痛的敏感化 到疼痛的中速來講 它還沒傳進去 它一旦傳進去 你那時候吃止痛藥 效果都不髒 而且跟止痛藥吃的時機相比 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是 預防性用藥的使用 那這個預防性用藥 就不是說我們到藥房買成藥了 就是要到專科醫生 神經內科這邊來 請醫生開藥給我們預防了 沒錯 我們會根據病人的一些 各式各樣的狀況 例如像說 他的職業是限制到會計算數 需要高度專注力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學習藥物 他可能誘發了一些負重 會人有點昏昏沉沉 那樣的藥物可能要避免 那有些病人 他本身有一些高血壓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選擇 他同時又降血壓 又可以預防偏頭的效果 那一舉數的 那有些病人 他是本身具有一些憂鬱症 焦慮 恐慌 那我們也是用相對 適合他的一些抗憂鬱藥物 同時能夠改善他的身心症狀 又能夠預防偏頭痛 那我們就希望說 一個藥有兩種以上的效果 能夠讓他藥不要那麼多顆 同時能夠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 改善頭痛治療效果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也不是說 一個方子所有人都適用 而是要你看每個人的不同的狀況 這個是應該找嘉義科的醫生 還是神經內科的醫生 因為要做一個藥物的整合嗎 好 藥物的整合來講 可以等到說藥物都穩定之後 然後做一個整合的動作 那我們建議說 這個基本上 偏頭痛的治療跟頭痛的診斷跟治療 通常在國內來講 一般還是以神經內科醫師為主 那神經內科專科醫師 在診治偏頭痛來講 他的訓練來講 一般來講都是比較充分的 那他能夠有效辨識 你病人偏頭痛的表現 然後根據他的狀況去調整用藥 這樣可以需要說讓病人不用 因為我們很多 在診所病人拿藥的狀況下 其實他吃了很多止痛藥 但是他沒有給予一個 很好的一個預防性用藥 如果沒有給予一個 很好的預防性用藥 他其實一直是反护制止 同樣可能有各式各樣的不舒服 你看江醫師 在我們正在講預防性用藥 就已經馬上有這個 我們的聽眾朋友CW 他說 他說預防性用藥 我還真沒用過 我下次來試試看 所以這個是可以 就是不要讓你在 整個生活品質上 受到這麼大的影響 因為有的時候你說 頭痛還是得上班 那那個壓力真的是很大 那另外 我在您給我們的那個圖表上面 我看到還有一個叫做頭痛日記 我有聽過 就是說高血壓的患者 你可能要記錄幾個禮拜 你的血壓變化 那這個頭痛日記是做什麼的 好 我們看有沒有機會 Youtuber的觀眾 幫我們秀一下 這個頭痛日記 長得是什麼樣子 我們等一下請加 加 加持來秀給我們看 那這個頭痛日記 通常是做什麼用的 好 頭痛日記就是說 我們會記錄病人在 預防性用藥之前 他的頭痛狀況 跟預防性用藥 調整之後的狀況 我們比較前後的差異 那這個差異 就是看我的藥有沒有用 對 變成其實自己 我們自己量化 因為有時候 我們很主觀的說 我這個月頭痛的頻率 比較少 比較好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是很主觀 但是我們就要量化它 量化它就是 怎麼樣量化 第一個 頭痛的時間點 它分早中晚加睡前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現在畫面上面出現的 如果聽眾朋友 你是在純粹用手機聽的話 你可能現在沒辦法看到 上一下YouTube的頻道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秀出來的 就是這個叫做頭痛日記 這個頭痛日記 它本身是一個 是一個官版嗎 它是 就是政府統一的這個版嗎 我們頭痛醫學會 它有設計這樣相關的表格 然後印製出來 然後當然有很多 很多人一起幫忙 把它印製出來 那基本上大痛小 也都是這樣格式 可是有很多東西 是主觀的 比方說 他說你要登記 你是小痛中痛大痛 按程度填上數字 那這個不就是個人主觀嗎 有的人很怕痛的 可能一點點痛 他就覺得好痛 沒錯沒錯 就是每個人 這件很主觀 因為偏頭痛 它裡面診斷的原則 裡面講來講說 中等程度以上 中等跟嚴重的頭痛來講 它真的才算是說 列入到偏頭痛的診斷 但是其實你要知道 很多偏頭痛患者 他基本上每天都在痛 只是小痛中痛大痛 那小中大的問題 就是一二三的問題 我們就把它量化起來 然後勾一勾量化起來 看他有沒有合併其他噁心有吐 怕光怕吵 是不是典型單側開始的 有沒有像心臟血管 局部在臭痛的感受 然後會不會因為這樣子活動加劇 如果這樣勾一勾 都有的話 那你就偏頭痛 就很典型的偏頭痛 那我們就希望說 只有幾項也有可能是 對沒有錯 哎呀我今天時間控制的偵叉 聊得太高興了 我都沒有看時間我對不起你們 哈哈哈哈 好 Youtube的觀眾還在聽嗎 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對對 剛才我們就在講的那個 就是頭痛日記嘛 就是噁心怕光怕吵 單側開始 波動性頭痛 因活動而加劇 然後像我們這個 不用急性藥物 有沒有藥物造成的頭痛 有 如果指 有些藥物其實在講也會誘發 誘發頭痛 什麼什麼藥會 某些血壓藥其實也會誘發頭痛 血壓藥會誘發頭痛 所以所以就是你要看一下 例如像有一些這個 血管擴張的藥物 例如像NTG 就是消化甘油 吃心臟的藥 那個不是心臟的 對對對 那其實有些人用完之後 也會頭痛 對對對 那每個人狀況還是不一樣 那這個都是藥效過了 就不痛了嗎 對對對 如果是明顯是藥物誘發的話 他說經前頭痛 經期前的頭痛怎麼改善呢 持續痛到什麼狀況要就醫 好 經期前的頭痛的改善 就是要月經相關的偏頭痛 當然這個頭痛 這樣我們先確定是不是有跟偏頭痛的相關 就符合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那些噁心嘔吐怕光怕吵 那經期前的頭痛 有時候我們會讓病人在這個 即將月經來的之前的一週 開始使用一些預防性用藥 一兩週 那他如果有痛的話 就是一樣服用一些止痛藥 他會讓他這段時間 經期相關的頭痛 能夠比較平穩的過關 比較不會那麼不舒服 然後帶來不適能夠改善 因為很多人真的是典型 就經期才會有 那非經期就不會 這種藥吃比方說一下子吃兩個禮拜藥 別說這個吃藥的藥有耐心 二方面就是說 這個藥吃多了很多人都會怕 會不會有副作用啊 哦當然也會擔心 就是說 所以說我們在給藥之前 會跟病人討論說 他可能相關的副作 還要考慮他的工作性質 還有他能夠接受到什麼程度 因為有些藥 像很多女性來講 年輕女性來講偏頭很多 那其實有些藥會讓她體重增加 她們會很在意 吃藥還會變胖啊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會選擇 那這個藥一定沒人吃了 你可痛死都不吃 但還是要看狀況 不一定 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對對對 好我們要準備下一段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好歡迎大家呢 繼續回到我們聽醫生的話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李亞元 今天坐在我身邊的是 布立桃園醫院神經內科啊 非常優秀的江洪基醫師 他也是頭痛的專家 今天要跟我們談頭痛的問題啊 剛才我們在廣告時間 有回答在YouTube上聽眾朋友的問題啊 他說經期前頭痛怎麼改善 然後又建議到說要吃這個預防性的用藥啊 不過一聽到說預防性用藥 讓有的年輕女性會變胖 很多人就不肯吃了啊 這到底什麼藥會讓人變胖啊 嗯 有一些藥物的一些副作用啊 他可能讓病患的這個食慾 胃口大 會增加 當然不見得每個病人都是這樣啦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說 會好好的跟病人溝通討論 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有些人是覺得說這個 會影響他很在意他的體型 很在意他的外在 或是有些病人他本來就實在太瘦 我們讓他用一些藥 他能夠增加一點食慾 然後可能也會預防頭痛來講更好 不是每一種預防藥都會胖嗎 沒有沒有每個藥 哦那還好那你有一些藥 如果找你看病 你一定要開那個不會胖的給我 對那有一些藥 甚至他有額外就是抑制食慾的效果 哦那我要那種 我要那種 但他有他相關的可能的副作用 所以就還是要看病人的狀況 還是要看病人的狀況 就是要在 所以我們現在偏頭痛的治療 會強調個體化 嗯 個人化 而不是說 病人進來 然後就是哦你就頭痛 我就開個藥讓你回去吃 沒有我們會希望說 希望知道他頭痛的頻率 他發生的狀況 他是什麼狀況 讓他最不舒服 有些人是噁心想吐 他只要一痛就會吐 吐到說他吃止痛藥 根本就吞不下去 一吞就吐光光 根本止痛還沒有效果 就讓他非常不舒服 所以永遠沒有辦法 只能等這個疼痛 這個時間撐過去 他才能改善 所以他是非常的痛苦的 這個我就要問一下了 這個偏頭痛 像我有的時候 我會痛個兩三天哦 是 都壓不下來哦 那這個偏頭痛 通常正常的話 多少時間他會自然消退 如果都不用藥的話 好 這個 姚原姐講的問題非常好 典型的偏頭痛來講 一次發作大概四小時到七十二小時 四到七十二 就是最多可以到三天 三天 沒錯沒錯 所以您剛剛講的 都是標準的數字 四到七十二小時 是他標準的這個 頭痛發作 那痛多久的關鍵在哪裡 痛多久的關鍵就是 還是看狀況啦 就是說 我們好多病人 天氣一變化 冷熱一旦交替 頭就開始痛了 嗯 時間就拉長了 頻率就要加增了 所以我們預防性用藥來講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三個目標 第一個 你希望你的頭痛頻率下降 嗯 希望你頭痛的時候 嚴重度也下降 大痛變中痛 中痛變小痛 小痛不會痛 對 這最重要 再來就是說 他發作單次的時間 不要那麼久 嗯 不要那麼久 我們治療好的效果的話 他其實病人會講說 哇 我這個月只有痛個一兩次 然後一下下就過了 然後我甚至不用吃止痛藥 嗯 這是我們理想的狀態 是 江醫師我問一下 你剛剛講那個頭痛日記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 很想要說 我也要一張啊 那我總不能自己畫吧 我去哪裡可以拿到 這個頭痛日記 太好了 就是說 這個也是幫學會推廣一下 就我們上我們台灣的 頭痛醫學會的網站 嗯 裡面有看到 頭痛日記的這個版本 他有這個 最新的版本 他這個是一個月份的 就是你把你這個月 頭痛的情況 全部記錄下來 對 嗯 然後可以給你的意思看 哦 所以就有助於判斷 你到底是哪一類型的 這個頭痛 該怎麼治療 而且我覺得最好的是他 他能夠讓你前後比較 前後比較 到底我吃完這個藥物之後 有沒有改善 有沒有改善你的頻率 你的嚴重度 你從一二三變三 一二三的那種狀況 然後有沒有改善 然後頻率天數有沒有下降 這是非常客觀的 其實有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病人 就是會想說 我頭痛 我找不到原因 我就會想東想西 我會想到壞的地方去 你有沒有辦法在我頭上 貼一些電擊啊 幫我做一些什麼檢查 讓我知道我說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這麼痛 哦 那現在有沒有這個針對頭痛 所做的一些 呃 醫檢呢 或者是特別的科學檢查 哦 通常如果病人的頭痛 是真的比較久的話 那 一般來講 如果很典型的偏頭痛 嗯 他們症狀沒有太大的變化 我們可以 基本上不用特別做 腦部影像檢查的 是不用特別 一定要去做一個 承擔輻射線 鋪入的電腦斷層 的等等的 不用做到這麼高 的檢查 不一定需要 但如果說病人頭痛模式 有在改變的話 我們就 那例如合併其他症狀 如果現在還有合併 有沒有發燒 手腳沒有力氣 等等 我剛剛講的一些 可能有重大疾病 對重大的狀況發生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要積極的去檢查 又或者是說 我們已經好好幫他 再調藥 再治療 這最重要的一段時間 他頭痛意料沒有改善 那我們還是要希望說 腦部的問題 我們要排除的時候 基本上還會排一個 腦部影像檢查 去排除 腦部有沒有結構上的 病造的異常 引發他的頭痛 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是 其實很多偏頭痛的患者 他都會希望說 你能不能就給我一針 讓我這個一勞永逸 我不要再痛了 有沒有那個 完全可以治好偏頭痛 不要說拖個幾十年的 這種東西呢 好 不敢講說 一針一勞永逸 因為他偏頭痛是個體質 那目前最新最新的 一些治療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講過 有預防性用藥的選擇 那現在預防性的用藥 其實還不只是吃藥來講 還要打針 打哪裡啊 打頭 打針有打兩個 也要兩種藥物 第一個叫做單株抗體 單株抗體 第二種要肉毒感菌的注射 這都是什麼東西啊 肉毒感菌 我們不是拿來美容的嗎 對 非常有趣 就是雅燕姐 他們當初在醫美來講 是肉毒感菌用的非常多 在治療皺紋的部分等等 然後改善病患的美觀 非常有幫忙 效期六個月一年就沒了 但是對於那些 每天太頭痛的病人來講 他打完肉毒感菌 其實像我前陣子幫病人治療 他打完肉毒感菌 他打兩三次之後 他開始回去上班了 他之前是痛到沒辦法上班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即便是你過了一年 你還要再打 但是這個一年的平安 是你要拒絕的 一般來說 片頭痛打肉毒感菌的話 他一次可以治療 可以撐三個月 撐三個月 撐三個月 還是撐不到一年 對撐三個月 但是對於病人的生活品質來講 改善到非常多 所以說看病人的狀況 去幫忙治療 那他們如果真的覺得非常好 他們是時間到 就是願意來繼續 持續做注射的 這有健保嗎 目前台灣是有健保給付 但是他有他相關的規範 就是要符合一定的條件 才能夠打這個肉毒感菌 是 那這個一聽到肉毒感菌 這個字眼 很多人就會害怕了說 你往我頭上打肉毒感菌 會不會讓我腦子不好了 我變笨了 有沒有這個風險啊 有沒有副作用啊 肉毒感菌最常見 大家擔心的副作用是 打完之後呢 他造成一些 因為他跟牽涉到肌肉的位置 對會拉扯 對會拉扯 所以有一些打完 在頭這個 這個額劑的地方打完 有時候有一小部分的病人 會造成眼皮有點小小的下垂 或者是眉毛有點稍稍不對稱 但是那都是能夠處理跟修飾 能夠改善的 而且不是 而且不是說一輩子打完就這樣 所以他就算有副作用也是短暫的 那另外有些病人是眼睛會比較乾一點點 這都是暫時性的副作用 所以等到這個三個月以後 肉毒感菌沒用了 他就不會再有這些症狀 可是這三個月 如果說眼冰下垂啊什麼的 對很多愛美的小姐來講 是沒辦法忍受的 您問的問題都非常非常細 這通常會跟病人 我們會解釋到 先講清楚說你會這樣 你要選哪一樣這樣 呃 就是說我們會 嗯好 對不起他們又告訴我說 廣告時間快到了 好那我先把現在 我們現場的電話呢 告訴大家 我知道一大堆的問題在等啊 02 2509 9933 02 2509 9933 待會兒呢我在廣告時間再繼續跟江醫師聊 你們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呢現在就可以播電話到我們流行網的這個現場 專線 02 509 9933 待會兒來回答您的問題 他們快跟我話的 那 欸剛才我們講到哪了還沒講完 肉毒感菌 就是副作用 對副作用的那個事情 那那怎麼辦 其實其實好很多方法可以處理啊 就是說第一個你要選好的位置打 這牽涉到經驗 通常打哪裡 好 就通常我跟您報告一下 會打的話通常是在這兩邊的 這個我們可以您對一下鏡頭 對對對 會打在病人的這兩邊的眉心 請看18同仁 這三個點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 這比較 還有這中間這兩個點 frontalis就是 摩托技的地方兩個點 前面這個地方就四個 就七個點 那我們還有 是要打這麼多針啊 不止不止這個 總共有點心的話 對不起 點心的話有31個點 一個頭打31針啊 但是我跟妳講 真的是有效 它真的有效 很多病人 會不會痛啊 會不會痛 要不要上麻藥啊 他用的那個針 他用那個針 是胰島素的那種針 很細很細 所以就是病人在糖尿病在治療 刺一下 很輕微很輕微 而且跟打的打針的醫生的技巧 也有關係 我剛開始在做這治療的時候 的確也遇到一些相關的困境 後面其實我們發現是說 有些方法 有些針的持針技巧 會讓病人改善疼痛的部分 打針當下會讓妳舒服一點點 不會那麼痛 那好 不會痛很好 那我還想 就是我比較貪心一點 如果說我們去打那個 治偏頭痛的肉度感菌 會不會順便把這個鬆垮的臉皮 也拉扯一下 讓自己比較美麗一點呢 可以考慮這麼做啦 就是說 那這個位置又要調了 對 就是說它就31點之外 再加其他點 去做一些修飾一些動作 那就偏向醫美的部分 就不是 不是頭痛治療 但是整整整 好 現在時間呢 12點39分 我知道電話現在已經滿線了 好 我們現在呢 現場持續開放 02-2509-9933 我們今天請到的是 布立桃園醫院神經內科 也是一位頭痛專家 江宏基 江醫師 在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接聽第一位 聽眾朋友的電話 喂 你好 請說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有眼袋 眼袋下垂那要怎麼處理呢 欸 道歉您說 眼袋下垂啊 哪裡的眼袋下垂 眼睛啊 眼睛 下面那個眼袋會浮腫啊 哦 眼袋浮腫 這個好像不是神經內科的範圍哦 哦 是啊 是啊 我是想說 您是打完肉毒感菌之後的 一些副作用嗎 還是說 頭痛 沒有沒有 我只是 我只是覺得說 那個是不是跟這裡有關係 打那個是不是會有影響啊 會不會 就是會 被改善或怎麼樣 哦 它這個應該是在醫美的範圍裡面了 對 眼袋下垂 眼袋下垂的部分 是 可能要 要考慮就是 要不要做一些 整形外科相關的手術治療 嗯 可能 我要對麥克風 是 對不起 那個 眼袋下垂的部分 可能要看一下整形外科 或皮膚科 然後進一步 考慮去 需不需要手術介入的治療 倒不是說 跟頭痛相關 那 謝謝您的問題 好 你可以稍微等幾天哦 過幾天 我會再安排整形外科的醫生 到時候您再播電話來哦 好 我們再接下一位 聽眾朋友的電話 喂 你好 請說 你好 我也是神經內科醫師 哦 是 你請說 我是認為 肉毒感菌治療 會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嗯 但是很多 不管是 哪一種的疼痛 其實跟焦慮不安 還有頸 肩的痠痛 有絕對的關係 是 嗯 所以我還是認為 除了頭痛而日之 以及一直在強調 沒有所謂新的治療之外 進腰椎的評估還是很重要 例如現在我們常常低頭看手機 沒事就是3C 躺在床上很愉快的拿著手機再看 這些都是應該要調整 因此 剛才醫師講的很對 我們一年能夠碰到的腦瘤 我說是在一年不超過一個 嗯 我的病人大概五六十個一整 但是要碰到腦瘤的機會真的很少 但是頭痛 我認為百分之七八十 甚至九十以上 都還是屬於肌肉收縮型的疼痛 所以或許這些打肉毒感菌 確實有它的效果 但是這個可能不是肉毒感菌治療的原則 好的 我了解了啊 這個今天是碰到行家了啊 謝謝前輩的指導 對 的確就是說他肉毒感菌 他在醫療來講 他基本上他符合概念 是用在治療準則上來講 是治療慢性偏頭痛 但的確他有些肌肉放鬆效果 那相信對一些張力性頭痛 應該也是有點幫忙 不過這倒是 這不是一個off-label-use 基本上我們不會建議這樣病人治療 那的確其他這個原因 肩頸相關的一些問題啊 他也會讓病人其實產生頭痛不舒服 那的確如果說他睡前都在用手機 沒有好好的睡眠 那產生一些壓力啊 睡眠的循環不好的話 他其實也是容易誘發偏頭痛 基本上我們建議病人 有些偏頭痛病患 他維持一個很好的睡眠衛生 其實對他偏頭痛 其實也會有所改善 謝謝前輩的指教 好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 還是有非常多這個專業的專家 在幫我們做這個簡聽 好我們繼續接聽 下一位聽眾朋友的電話 喂你好請說 你好雅仁好 你好 因為我去年就看 也是看頭痛 看了差不多半年都還沒有好 他有拿一本日記記錄啊 頭痛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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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幾分痛 我就不知道 什麼叫幾分痛 他不會寫 哦對 這是主觀感受的問題 好 好我回答一下民眾的問題 就是說 所以那個偏頭痛病人 我第一 第一 您直接回答 沒問題 我第一次在幫病人 在做治療 跟寫頭痛日記的時候 我就會拿著這個 這張紙 然後親自的跟他講怎麼寫 很重要 因為你第一次花時間 跟他好好介紹這個東西 其實他後面才能配合度的 會配合得更好 然後你才知道前後的比較 就像那些血壓紀錄來講 你要教病人怎麼樣 好好什麼時間點量血壓 那一般來講 通常就是 這個頭痛的這個 嚴重程度量表啊 就是說 可以用0到10分去區分 但基本上 我們為了簡化 所以我們用一二三 那一就是氣小痛 二就是中痛 然後三就很嚴重的大痛 我們用這個小中大去區分 對病人來講比較清楚 為什麼會這樣小中大 第一個病人 病人會很快的接受說 他這個怎麼去區分 他的小中大 那這另外就是說 這個如果用7 8 9 10 1234這樣來分 其實有時候對病人來講 比較困難 所以用這個方法 會比較簡化 那您可以把123的嚴重度 記錄在上面 讓您的醫師 可以好好清楚 您的嚴重度到什麼程度 就是自己跟自己比較了 對自己跟自己比較 好我們再接下一位 聽眾朋友電話 喂您好請說 您好 神經內科跟精神科的一些問題 應該是有雷同的 我想請問一下 我那個安眠藥吃的劑量還蠻強的 而且已經吃很久了 我很怕得失智 會嗎 嗯 嗯 如果您的狀況是因為單純是睡覺問題所導致的 睡眠障礙 障礙的話 那基本上用藥本身不至於讓你失智 反而是說 如果說用藥之後造成一些副作用 讓你白天會昏昏沉沉 然後昏昏浴睡 無法專注的話 這樣會讓你的確比較 一整天來講會比較昏沉 那就比較會有一些相關的副作用 那倒不是說因為藥物誘發的這個失智啊 失智是一個長期的狀態 不會說因為你吃了幾天的藥 因為他的藥物代謝過後就離開 那產生失智是慢性一些腦部一些病變的問題 並不單純說因為吃藥造成的 他的腹中通常不會維持那麼久 嗯 所以說才需要每天吃 是我其實想一直想要問醫師的是 像這個急性偏頭痛發作的時候 藥局可以買到的一些成藥 像是什麼普拿藤啊 EDE啊 貝類固醇類的這個止痛藥啊 RSP0等等 這些止痛藥有的時候 患者會覺得說 欸我好像吃這些成藥是沒有用的 到底是沒有用對藥 還是說成分上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 好第一個就是說 這些叫NSAID 就非類固形的一些抗發炎用藥來講 最常見的副作用是 產生一些這個胃痛 然後還有胃出血 然後腸胃道不是 所以要配著胃藥吃嗎 呃還有一些這個 產生一些這個肾腎傷害的 急性腎傷害的狀況啊 那如果病人常常使用的話 還會擔心說造成一些 藥物過度使用的頭痛問題 那所以說 病人如果吃藥效果真的不好的話 其實然後影響到 他頭痛也影響到生活品 其實真的應該好好建議 要加入一些這個 預防性的用藥 那另外還有一些是 外面這個藥局直接民眾買不到一些止痛藥 他專門是針對偏頭痛做強力止痛的效果的藥物 他有一些血管收縮的效果 那他其實你不太會直接買得到 那真的需要醫師去開離處方之後才能開離 所以呃我認為如果真的病患是一個頭痛問題的話 其實應該還是優先就近在神經內科醫師去評估治療 那就針對你的問題去調整藥物 那如果單純只是靠藥物 而且效果又不髒的話 其實可能就是花了很多錢 然後達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嗯好這個呃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恐怕真的沒有辦法 再接聽其他聽眾朋友的這個電話了 我知道還有很多聽眾朋友 有留一些問題說 沒有病狀算是偏頭痛的類別嗎 這個我其實不太懂 這個偏頭痛其實就是從症狀來分辨嘛 對不對 對偏頭痛其實還是符合他有診斷的他的準則 那他就是一般來講典型是單 我再重複一次 典型是單側發作 對然後再來就是噁心嘔吐 微光怕吵 活動加劇 合併一些這個搏動抽動感造成的頭痛 嗯好今天呢我們非常感謝 衛福部立桃園醫院神經內科的主治醫師 江洪基江醫師喔 這麼精闢的幫我們解說了這個頭痛的問題 謝謝江醫師 好謝謝 好今天呢也非常謝謝聽眾朋友呢 收聽我們聽醫生的話 不要忘了到YouTube上面幫我們點贊 幫我們訂閱 我們明天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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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我們是 트的 還有一些引擎 字幕 gefunden 我們是 engaged 妳需要來 suppression